其實我覺得很重要是 先做一個,我們剛才先說我們剛才講,做一個生活 然後可以把一些東西記錄下來 那東西很重要,其實 現在很多東西在消失 然後其實包括我自己,我自己在跑的時候都是拍照 你作為一個記者,其實我很有興趣古記,很有興趣就是老記者 我拍不完,我也做不完 有一些東西我根本沒辦法拍 有一些光 我去年拍一個那個 純手做的醬油在依賴 我已經跑得快要避命,為什麼要快要避命 第一個 東西絕對不是像現在加工品 今天東西放了明天就包裝了 他有時間 是不是 整個過程他有釀泡發酵 煮的時間 這個時間我跟妳講更好笑的是,你還沒有辦法跟他預約 為什麼沒有辦法跟他預約 因為臉座的人他自己都沒把握 後天都會下雨 他這一批藥曬多久才會 最好 你懂得是嗎 他幾乎是臨死 明天沒路,我要來做什麼 如果是我個人 我講一實在話 就像我跟你講 如果說工作沒有壓力的話,車子可能依賴不見 可是我在公司 因為這是要拍成一個 在公司裡面 你知道嗎 你公司的程序你就要去 撲車子 然後你要問說明天明 你也會休假 你不能說他又不是 20小時,你叫他走他就走了 就是每個人自己的一些休息時間 然後公司車子也有車子的數量 好,沒車了,那你就不用去 所以 你懂我意思嗎 那 重點看喔 我有一個 我這樣講 我有一個記者的優勢 除以優勢 有車有什麼有什麼 可是反過來 他是變成所有的限制 是不是 那反而 我不是說 不當記者就好 我覺得最有優勢的是什麼 住在他家隔壁 這就是大家 任務 責任之所在 因為我覺得說 其實你 當然說你有一些 你心裡想要做的議題 你可能從 從很遠跑到台北 台北什麼 松菸 哪裡 那沒關係 那是你專門想要跑 可是我一直強調是說 其實 很多 不管你是所謂的在地紀錄者 先從地方做起 很多東西 都在任何地方的事情上面 那是你的優勢 那是你的優勢 你可以比人家看著個性 更新 你可以比人家拍得更齊 你贏過所有的 所有的 大眾媒體 我講連美國CNN都沒有 美女提案 我說他拍一張 明天他就要贏啊 你從美國做飛機來啊 是不是 所以是說 很重要的一件事說 從生活面去 去找一些東西來看 像這次是他那個金門的那個 那個那個面 那個做那個面線 我後面才知道他會講說 曬陸光有多重要 他就會少加很多東西 因為他本身 那個延展性就會變得 很好 所以 有些技術 你聽他講了之後 你才知道社群原來是這樣 那 阿婆會講 他可能是在目前在這整個行業上 少數願意堅持這樣做 他價格比別人高 可是有些人就覺得 我要替賣賣賣賣 他比較貴 可是當 你能幫他去講出他貴的原因之所在 因為他比別人 多了一道程序或或者是真的就 傻傻在那邊塞 現在很多人直接 就進那個所謂 那個乾燥箱裡面去去弄 可是你看他就是讓他很浪漫在塞 所以為什麼他的面線可以組了一下 九組就是同樣 他就加了黃金 他是整個 自然陽光等等 等等等等 那我差別在 他是一個專業做面線的人 可是他不是一個專業的報紙 那 就像我講媒體可能也知道哪一天我照我會去講 可是 我永遠不是在 永遠都是肯是在各位講的時候 就像你剛才那個誰講的 你做了什麼一個報紙之後 媒體才追過去 他還照你 甚至於 不要說這面線的絕招 才照說這個人有在做兵線 所以這是很現實的 這是因為那個 有 那個李春信 那個劉茵的藝術措施 然後回台灣來 立志要養人 因為他覺得那種傳統的牛根 很漂亮 那有啊 其實 是看神的報道 我怎麼知道他在心裡有這要人 因為我看他自己寫東西 是不是 他人在寫東西 他可能在 他自己拍自己寫到網路上的時候 他心裡想肯定不會來 不會還是有人有興趣 還是有人覺得要做的事情 是不是 羅東逆稅前 在已經辦了好幾屆 那個 伊蘭的羅東 就是那種加聯華會 你不要看到這個社群嗎 然後自己 小孩子 或者自己去裝扮 然後去遊街 然後 他算台灣是最早的這種 所謂的 嘉聯華會的這種 那我意思是說其實很多 在這件事情都講 你有聽過我沒看過 以前有聽過 你沒有看過 那你去的時候你才發現說 你知道 我只是去看這個報道 然後 我拍了一些照片寫的短 寫的 短短的文章 可是我很清楚 有人寫的比我好 為什麼 因為那個 寫的那個 是 不知道哪一個媽媽的小孩 他從他媽媽怎麼去做那個 這不是什麼專業去買的 在自己去 不知道找什麼那些 線啊 自己在家裡 碾這樣弄起來 你懂意思嗎 我可以去那邊拍這些 媽媽跳過來 很漂亮 整個很熱鬧 那些細微部分在哪裡 那不是我沒寫作 那可能是在地的 甚至於晚上10點還看到媽媽 在樓下在那邊 你知道我意思嗎 什麼是寫作 或什麼是所謂 最精密的報 就是在這裡 然後 重新臨時 其實我平時覺得好像在寫東西 寫東西上是寫的 大家 最好全天下等 我寫完這個文章 所以這樣講 我想到明天一萬人忙就到 我們跟這個人 就算古包仔一樣 我不是 我意思是在講 其實有時候寫東西 或做一些報導 他不見得是為了對外 他是對內 這是在美容 這是在美容 其實 當這是 我講不去拍的照片 那照片有時候我發現都不會給他 那因為有時候 他當然有自己的記錄者 那他總是覺得 好像你比較會拍 你給他呢 這些什麼東西 這些小朋友熊不會看 你懂我意思 縱使這東西 當然有上報有上媒體 就更好笑 縱使沒有 人就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我們會看家庭照片 你去想那個道理就好 為什麼你要出去玩 你要看家庭照片 黑幕要開啊 玩就玩啊 然後就把回憶都在拿回裡面 可是為什麼當十年後二十年後 甚至會講比較現實一樣 五十年後留意都不在 那照片你再拿出來的時候就開始 有很多的感覺在上 重新淋濕了 透過那個照片 透過那樣的一個紀錄 你重新去看一些事情 所以我跟大家講說 寫報導真的不是在寫給 純粹就是給所謂的大眾看 然後就是要給大眾什麼來幹什麼 沒有 其實他有時候是一個內團體 團體之內 去 去重新去看 比如說一場會議或一個活動 傍晚 有人寫了一個 不要說報告 就是一個 一個小的紀錄報道 然後可能這次大家都很高興 覺得你沒有辦法 我覺得你都爛 就是我做最多 可是過個半年 把這東西照片拿出來看的時候 很多事情你再重新看 我誤會他 其實要做很多 其實 我雖然做的最多 可是我到處 做一半都要破壞 所以我意思是說 他有時候其實他是 很多東西的紀錄報 並不是說就那麼刻板說 我要去影響多少 他就是一個單純的紀錄 然後讓跟這個有關係的所有人 在這上面重新像一個鏡子一樣 從這邊去看到自己 然後看到彼此 那是種很 很細膩改添添添添 你不要看那些東西 很多社區 很多社區報就這樣 發行量幾份 40張 40份 那整個小公司 比較薄的 好讓你 讓你強一點 好像說那種公園那幾錢 小一點的 還有那個印A4的 然後學校發一發 是不是大家在小學生看到自己的校園報紙 誰不知道你那個什麼 我曉得 發行者報紙 可是每個同學看都很高興 欸某某你在上面 你懂意思嗎 重新臨死 那個內聚的效果 其實在 這東西很重要 這個也是 像在那個 很多那個 像這次在大虎那天說 說要拆了 又跑到一個人去 那我也是說很多事情 其實 不見得說能找多少 可是透過那個媒體 通常那樣報 其實大家會重新去看一些事情 然後重新去思考 剛好我們剛才講的那小孩子 過這麼多年 那你也會重新 從那張照片裡面去思考一些 不管是 不管是 如果是我在現場的開始 就說照片看本身有一種 互動意義 傳播勾勾 就是 這當然我們就像我們這樣講 就是把一些事情 傳播出去 那這個 這個我覺得 這是什麼字啊 那個台北長竹山 長竹山那個搶救的時候去了 我說句實在話 因為這伯伯他是 上來還是哪裡 我聽不太懂他講 我真的聽不太懂他講 然後可是 我覺得很好笑 其實我們在講說 其實我們在講說 現在這個怎麼造型 還有一個攝影課 其實有時候人 有時候人很好 很好 就是說 一個人的一個 語言表達 在我們以前有一個所謂 語意 語意學 其實你講話內容 只占檔只塞子 短文字七十 是你 你懂意思嗎 我講話 我講話 我今天最初就是 很專心沒了 你懂意思嗎 光看你那個樣子就覺得 無扯吧 你根本是在問 你知道意思嗎就是 那個人誠不誠懇 他的語調他的內容是一個 可是只占檔只塞子 然後 真正是那個 他的那種整個肢體 他的眼神 所以我講一個實在話 像大家在傳用手機 可是你去想一想 你在手機那一頭 你知道美根到底講的事 真的或假的嗎 是不是 尤其女生最明顯的 哪裏都一樣 當你看得到這個人的樣子 他的眼神 他在講什麼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個事情 可以想起幾分 或者有多緊急 可是當你聽不到 你在電話裡面聽的時候 就像有一些媽媽聽兒子講 明明都已經 弄到黑色 還好啦我沒事啦 所以我也是說 我也是說 當然文字是一個啦 可是我有時候影像 它本身是一個 溝通的意義 上面都沒寫上文字 上面都沒寫上文字 可是就是看到那邊給的那種 這已經是 紅色快被拆了 他也是 還是這樣管 然後這位就是幫你一直要幫他 就是那種 影片裡面就有他自然的那種 聲音在上面 這當然也是啊 透過這樣的一個什麼 那個 出病 來來來那個 說話是說 其實很多的東西在寫的時候 他有他的意義在 對外傳播是一個功能 對內也是一個功能 那有些單純把一些事情記錄下來 他也是那樣能力 重新找來一些價值 齁 就像我們現在 一年 318第一年 照片還在很多 還在流傳 不管是你看片 或者你手上 我不騙你 你第2年 你再去把你 如果你有參加318 或一些什麼記錄 你再把你還看 每年意義會不一樣 甚至於 包括你現在重新回去 像我有時候 我一直想說 大譜 可不可以再寫 因為當時都是很多就是那種 很緊急 只要讓人來那種的文章 啊明天就要怎樣 快點大家來幫忙 然後誰幹的時候 就很生氣罵半天 可是你看在過了這段時間 比如在我給下台 等等的事情都這樣 你再回去重新看的時候 不管 當時在某個 選擇點 某點應該是怎麼樣做 或者這個事情怎麼看 它是不是有新的意義在上面 我覺得它都會是一個 很重要的記錄 包括你現在 你不要說怎樣 一個事情到後續多有 不會想得到去 不管做研究或做什麼 你三年級前寫的一篇文章 可能是你在現場 你看到一些東西 把記錄下 你可能想不到它是30年後 哪一位研究者在研究 我一個 理論或什麼東西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個關鍵的 場景 或者記載 你知道意思嗎 永遠不要認為你的東西是 小 沒意義 沒有這回事 意義對於每個人都不一樣 可能看到他就不想看 對那沒興趣 可是有人他就在找 那一次 那一晚上到底有沒有人 比如說在哪裡過夜 他們傳說中一個小鎮的地 傳說中什麼 有那個女高中生然後就在那邊睡了 睡了七個晚上 有沒有人在現場看到那些事 然後他們怎麼去撐過那段時間 或等等等等 你知道意思嗎 找不到 他只用意測的 可是他發現了一張照片 可能是你拍的照片 或者你剛好經過然後跟那些 小妹妹或者跟那一群人有一些聊天 你把他寫下來 對啊 那個研究者或對某一個 他就把那個那段時空給 給破解掉 是不是 包括我們現在看很多 我都開一句玩笑 現在什麼那個 前幾天在研究那什麼 什麼耶穌的那個 什麼什麼 施察眼什麼什麼 很多當時可能只是某一個人 不敬意的一些東西 他變成居然是 千年之後世界很重要的文獻 破解那段歷史很重要的文獻 一千年他寫的時候 他怎麼知道 搞不好 寫完他就覺得 隨便就送掉 或或者 就埋掉的 所以 我的意思是說永遠不要去小看自己 寫的任何一篇文章 或許在這個時刻或在 在有生之年 你得不到福利之強 可是你永遠不知道說那個東西 過了之後會變怎樣 而且更重要的是 現在東西我們都開一句玩笑說 以前那個什麼羊皮 羊皮券 紙 竹子 你還怕沒有 像網路的東西除非那個網路公司倒掉 我這 我這很多人的東西 人都已經不在了 東西還在網路公司到處 到處喘 所以我意思是說不要去 好 再報告 但是 OK 那 9點 我這邊講一些那個 就是 寫作的一些小技巧 其實我想說 可能跟大家來講 可以來講 開啟 好 告訴我 재밌rew 姑娘